雪州自闭症男童扎恩谋杀案被告 也就是死者的父母 要求检讨和撤销疏乎照顾控罪的陈情书 被总检察署驳回了 两人必须上庭受审 副检察司拉罗在主 今天通知巴达林在野地方法庭 总检察署驳回被告在因 以及伊斯玛尼亚的陈情书 要求法庭责定日期 处理辩方索取调查文件的申请 另外 两名被告新委任的代表律师透露 辩方至今没有收到被告 手机调查报告 以及死者的解剖报告 法庭随后责定1月10号提交文件 并且按照辩方的要求 把原定在明年1月20号的审讯日 推迟到2月3号到7号 以及3月10号到14号 1月10号扶椎 冿之密 婴 allí 放在一半 地零 冼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